作曲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曲未尽破硝烟 风起评语 声与你并肩 我愿意朝入梦 万世诸空天 不遂人缘 心中涂在耀眼 窗前半失恋 跨越爱恨情谦 声色指点 欧洲这一边 笑看风起云卷 义无畏领域人间 这玉水穹江天池 在玉穹山顶 在天阙的东南角 与南照相连 这里 有一个小族部落 叫梁叶族 听闻梁叶族能人意识居多 且擅长依礼 要不咱们带小生过去 说不定能对他的病情有所帮助 好啊 那事不宜迟 我们赶快出发 虽说梁叶族是边境小族 但咱们兴事动众的 总要有个理由 不过我听说 再过一段时间 这个梁叶族 他们要举办天池生肖盛会 广邀各国的王室使者 而且每一年 他们这个阵仗都搞得很大 咱们就借这个时机 去凑个热闹 好 大家各自准备一下 卫生 娘也跟你们一起去 娘 我们是要去办要紧事 我们很快就回来了 而且这次行程非常辛苦 你就再留心早等我们回来吧 对你们来说是要紧事 对娘来说就不是要紧事了吗 卫生啊 咱们母子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团聚了 也别说什么行程辛苦 娘都不怕 只要跟你在一起啊 娘什么都不怕 行 那我们一起去吧 好 你不是说要带着小生一起吗 正好 又娘在啊 这一路可以好好照看她 上一次娘在节节里见她舍命救人 现在又知道她是个丫头 娘心里更喜欢她 娘 那是我师弟 什么师弟啊 人家是女孩子 应该叫师妹 我叫她师弟 叫习惯 小生今天晚上 由你照看 您刚刚不是还说 您晚上照看她吗 你这孩子还有没有孝心啊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微娘受累吗 您刚刚可是 对了 你知不知道小生的生辰八字啊 改天你啊 给你们好好算算 唉 等我 好 当然 总 国 declared 殿下 营地抓到一个女人 说是来找你的 我就把她带来了 轩云公子 是你 是我呀 小孟 玉小孟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上次看到了你看的那张地图 所以我就试着找过来 没想到真的能找到公子你 所以你 你是想留下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我不会找到了 自然想追随公子 可以 不过我需要你知道一件事 虽然你救过我的命 但 你不是我的朋友 你若是执意要留下 只能做一个下人 听候我的差遣 你若是不愿意就回去吧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想清楚了 嗯 我想得很清楚 只要公子肯让我留下 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秦嬷嬷 先带她下去吧 是 还愿着干什么 走啊 是啊 不可以 这里不是你们部落 你要动得规律 见了殿下要闲脸 不该说的不说 不该问的不问 这里是军营 不要乱跑的 我知道了 殿下 公子 这地图上画的是哪里啊 无邪深剑 无邪深剑 你能看出什么问题吗 我 看不出来了 看不出来 就不要多嘴 以后不该你说的 一句话都不要说 带她下去 是 驾 驾 驾 若是被其他王城的人知道 我雪玉部落与你东陵私下来往 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 但你别无选择 你的东陵如今只剩下一个区区的北疆高原 你有什么资格蔑视我 想跟我雪玉合作 你有何资本 有没有资本 相信首领接下来会有判断 他是什么人 一个奴婢而已 雪月丽歌 你来找我 是想要西陵 正是 那你是打算穿越无邪神剑 与我雪玉形成东西甲击呢 还是打算借军北约的三界之地 与我雪玉形成南北夹击呢 这是 这是无邪神剑的地图 而无邪神剑之下 则是弥天深海 而这里 我在这里 命人挖了一条隧道 从北疆高原南部下挖数百丈 直到这个悬崖战道 再从这里引掉桥过神剑 便会有隧道可以直达西陵王城 你怎么会想到 在无邪神剑下面挖地道 我的阴沙兵很快就会抵达西陵东部 首领如果有兴趣 西陵北部 在下可以让给你 阴沙兵 东陵的阴沙兵 真的存在 阴沙兵可是我手中的精锐 传说中的阴沙兵 个个是阴律高手 以阴为鉴 阴律能杀人 这是真的 首领若是不信 在下就先告辞了 只不过 这千载难逢的 占领西陵北部的机会 首领恐怕 就要错过了 走 你确定 你的地道 很快就能挖到西陵 首领如果感兴趣 便来实地看看 尽体能不能够 在前面休息一下吧 好 公子 你先喝点水吧 多谢 不用了 你吃吧 好 我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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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父 刚刚得到消息 韩子晴一行人正准备前往玉穷山 玉穷山 他们去那里做什么 听说梁叶族要在玉水穷江天池 举行生肖大会 广要各国使者 不过王上说不想去凑制这个热闹 已经回局了 生肖大会 谁是主事 听说是梁叶族现任组长的儿子 生子墨亲手操拜 走 进宫 师父 何意啊 去见王上 梁叶族如此盛世 天雀既出面支持 我们南兆作为奸壤林邦 更不能袖手旁观 自然也应该出席捧场才好 喝吗 外公现在已经到家了吧 还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都这么多天了 应该到了 你说关于孤岛 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啊 其实对于咱们来说 眼下最重要的事 就是要让南兆认罪 还孤岛人一个清白 嗯 那南兆王一定会去吗 他们已经起程出发了 真的 嗯 嗯 走 二哥 二哥 你就甘心在这儿自省大院 待一辈子呀 反正我是待不下去了 与其在这儿天天劈柴 还不如死了算了 二长老 三长老 何事啊 组长回来了 让您二位回主宅 有要事商量 二哥 走 这不是万云吗 这不是万云吗 他还活着 万云吗 真是你小孤狗 对不好啊 大姐怎么回来了 本族之老夫这里 历经三十八代 历代弟子和族人 都能修身养性 以淡泊明立为立身之本 可也有个别害群之马 竟有了 竟有了赢狗之心 利用须塔里的禁术 害人害己 简直是不可可恨恨啊 我将其代会族里 终身囚禁 终身囚禁 以示惩戒 爹 你还是没有悔过之心啊 我不能放任你不管 我为你布下了结界 我死之后他自然踏开 婉月 别怪爹心狠 我死之前 你就乖乖地待在梦族吧 爹 爹 你不能求见女儿 爹 女儿被施了毒 必须定期回南朝取解药 爹 不然我这一生武功就废了呀爹 营丽的修为和人品 没了武功 倒是件好事啊 爹 爹 杨丽哥 居然能让你想出这种法子 佩服 佩服 里面请 里面请 好 咱们现在大概在西陵境内了吧 是 最远大约能通到哪里 西陵东南部 你疯了吗 东南部临近三界之地 你想找死吗 你不会真以为君北岳会把重兵放在人人皆知的三界之地吧 东陵的阴沙兵还有十日就会抵达西陵东南处 十日 计算是好计算 不过东陵的阴沙兵就算能以一滴十 西陵王城里面的兵力可是十倍以上有把我全胜吗 十倍 到时候西陵城内的兵力估计连一城都没有 为何 因为他们要罚兵铁岩 铁岩 现在西陵国力大损为何还要罚兵铁岩 因为铁岩将会有内乱 楚天歌是不可能放过这样的机会不用的 看来 玄元太子是打算挑起铁岩内乱 在西陵进攻铁岩之时 趁虚而入 可是 该如何挑起铁岩的内乱呢 铁岩如今由他们的驸马当权 王室里的王子当然是不会甘心的 原来如此 只要铁岩一乱 西陵势必全力出击 后方的兵力就不会太多 因此 此计深妙此计大妙啊 那咱们什么时候都说 你等我消息便是 你的血玉兵就在铁岩边境 钳支住西陵大军 不要给他们后撤的机会 事成之后 我答应你的一切我都会做到 西陵以北 五座城池全部归你 不过 你若是再敢我西一步 就别怪我翻脸 就从这里过 好 先杀西陵再攻天雀 君北约大概做梦也想不到 东陵仅凭四千阴沙兵 便可以挑战天雀的龙渊霸权 龙渊霸权 这定论未免下得太早了 好 好了 娘 我喜欢 姐 你看那鱼像不像一只小鸟 像 看我那儿 一只猴 是两只 是两只 驾 你慢点 对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啊姐 好了姐 这样都要跟姐说 要知道了 肯定把我批 知道了 小心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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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姐 你让我去换下怎么回事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实在太过分了 竟然在我肖家的地盘上撒野 年纪轻轻的你不学好 我们好心帮你拦住受精的马车 不感谢也就罢了 反倒污蔑起我们来了 明明是你们的马车拦住我们的路 现在还把我马车弄坏了 你们陪我马车 不是 鹰子 打架不叫我 我弟弟相来晚恋 还请各位见谅 吵什么呢 鹰子 送他们两匹马 殿下 这 快 这没意思 过来吧 这两匹马给他们 是 谢谢了 这年纪轻轻的还挺冲动 马车摔的可够惨的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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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是他们拉下的东西 驾 算了 算了 我看他们呀 应该是消逝的人 明日的盛典他们一定会去 到时候再还他们也不迟 好 走吧 姐 我跟你说 就不应该这么算了 下次再让我碰到他们 定要他们生不如死 姐 一会儿见到爹 你就说是他们装的我们 知道了 你看你这大花莲 让姐给你擦擦 怎么了 怎么了 姐 糟了 白玉霄呢 白玉霄怎么不见了 是不是刚刚马车翻的时候 掉出去了 别说了 快去找 快走 殿下 这边请 草弥生子墨 恭迎四王子大家 本王听说 这玉水穷江天池 乃盛世美景 特地前来一包眼福 多有打扰 殿下客气了 殿下能赏光前来 是我族的荣幸 四王子殿下 四王妃 你们天南地北到处跑 辛苦了 南昭王上 我们又见面了 殿下 要不咱们先去休息 请 四王子 四王妃请 生肖大会 难我足十年一次的盛会 孩儿自然之道马虎不得 定会进行 你能明白轻重就好 这次盛肖大会 并不仅仅是十年一次的盛会 而且 他也是 选拔下一任组长的大会 如果你不能在本次大会上 好好表现 那么 下任组长之位 恐怕 就只能让给肖家老六了 我生氏连任三代良业族长 孩儿自然不能给生氏丢脸 哎 要是你的妹妹还在就好了 她的天子 远超常人十倍不知 如若她在 我又何至于如此忧心呢 妹妹又年早遥 时乃我生氏之大不幸 孩儿只能勤学苦练 时时提醒自己不可松懈 忘能为爹分忧 也能让妹妹的在天之灵 得以慰藉 你能有这份心 爹已经感到很欣慰了 忙你的去吧 是 明日盛会上 小心他们作诀 我现在倒是担心他们不作诀 也不知那两卷秦谱 在不在天池当中 进 安排好了 好了 特来拂命 好 大国师愿意助我 如果南昭王室背后出力 牵制你那几个敌处的哥哥 下一任梁叶族组长的位置 不就是你的囊中之物了吗 机会可只有一次 你想一想 如果将来族长之位 落入旁人手中 你们整个盛世 会有什么样的境遇 就算不为自己着想 也该为梁叶族的族人想想吧 大国师如此诸我 想让我如何回报 将天驱四王妃卷入天池 大国师 这 事成之后 南昭王室定会助你登上族长之位 好 我一定全力以赴 好 我跟你说说这梁叶族 族里的各家 均有擅长的乐器 其中以声势和萧势实力最为强大 据说这两家的凤尾声 与白玉萧最为奇特 所以族长之位的争夺 也在这两家之间展开 合奏开始 合奏开始 因此 请不吝点赞 合奏结束 各位贵宾 刚才的合奏啊 只是个小小的开场 真正的精彩之处 在于接下来的家族比试 请各位拭目以待吧 比赛开始 他们的比试 就是看 谁能够用乐器 持续不断地 引动池底的负物之意 并成功开启天池者 设为圣者 便可接任组长中 这样啊 他便是声势少主 声势少主 她手里的便是 声势的凤尾声 那可是他们家的鸭香宝吧 那女娃娃 是姑墨世家的二小姐 姑墨宝串 也不可小觑啊 畜生 你说不说实话 东西呢 你 爹 还有脸苦 说 东西是怎么丢的 出去 爹 是我们将白玉霄 偷拿出去玩 不是弄丢了 在何处丢的 我们已经把整个山都找遍了 你们知不知道 丢了白玉霄 会坏了我们小姐多大的事情 我们小姐 有可能前程尽毁 你可听出了什么 这凤尾声的曲子里 有离伤的旋律 你是说咱们要找的最后两卷琴图 很有可能在他呢 这个我也不确定 这个旋律变化 极其细微 不太容易分辨出来 南兆王 小王 想跟你打个赌 四王子竟有如此雅兴 说来听听 他们两个都赢不了 四王子有所不知 寡人之前了解过 这些年 生家可从未败过 那今天小王啊 就跟南兆王上 你反着赌 赌注是什么 这样吧 如果我们家殿下赢了 南兆王上 把大国师给我们就行 虽然他年纪老迈 但是端茶倒水 总是可以的 王上 不过 要是你们输了呢 任凭南兆王处置 好 三王妃果然豪爽 你说万一咱们输了 南兆王让他去南兆怎么办 不可能 大国师啊 紧张 三王妃就是开了个玩笑嘛 怎么会 真的让你当下人呢 那咱们是要还是不要啊 他年纪太大 也不中用了 还是算了吧 那老陈 就多谢四王妃开恩了 不客气 我要 acredita 平几岁 这不错 你勿认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子墨的功力果然不够 还好咱们有准备 玉水穹江天池和南兆冰潭 根本打不通 怎么办 我们倒是可以假装两处已经打通 假装是冰潭的尸体 从暗道流向了天池底部 好计猛 到时候再找几个人化妆成人魁的样子 南兆王心里有鬼 必然信以为真 不过我现在担心的是 天池如果无法顺利开启 该怎么办 依照生肖大会的规则 不管是生事还是肖事 哪一家获胜就由获胜的一家 来开启天池 如果有万一呢 如果有万一 那我就用火雷把它炸开 银子 到时候你安排人 随时待命 明白 怎么失败的 就能生事也开启不了天池了吗 可惜了呀 生事不是说用神乐可以开启天池吗 这是怎么回事 戏爪寡人吗 不敢哪 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南兆王上莫有动怒 是否能启动天池 本来就是要看缘分的事情 您也看到了 子墨他已经拼尽了权力 他并不是要故意失败的 银子 去做好准备 是 小生 你干什么 还我的事 借此一用 灭不敢不敢不敢作异 编曲作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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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